广东轻取上海,杜峰碾压恩师李春江 揭开杜峰为何能够顶替李春江成为广东的篮主球链 分享体感热点,感受体育美丽 欢迎大家收看,重看体育 本期继续跟大家聊聊关于CBA方面的话题 北京时间10月24日晚,CBA常规赛第四轮展开了一场焦点战 对阵的双方是广东的篮和上海的篮 而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广东队主球链杜峰 与上海队主角链李春江二人之间的对决 最终四截战霸,广东队以112比97,15分大上上海 而中国人全场比赛,广东队可以说是至始至终都保持着比分领先 完全占据着场上的主动 而在新赛季,杜峰首次面对自己的恩师李春江的时候 并没有手下留情,而是以碾压的姿态站上了对手 这或许是对于李春江最大的尊敬 下面我们来具体讲述一下 为什么当年李春江会离开广东的篮 而接受球队的却是比李春江小17岁的杜峰 说到李春江是辽宁沈阳人 为辽宁的篮曾经效力过 在1990年帮助中国的篮夺得了亚运会的冠军 而且在一年之后又帮助中国队获得了亚锦赛的冠军 可以说球员时期的李春江就有着不服输的劲头 而在1993年,李春江南下来到了广东宏远 来到了东莞进行工作 而在2001年成为了广东宏远篮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一年之后便将球队带进了总决赛 而李春江带给球队最大的理念就是在场上的球员必须要全力去拼 当时李春江要求广东队队员在场上必须使用全场紧逼 而也正是李春江的眼力让球队的成绩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广东队用出色的成绩回报了李春江对于球队的巨大贡献 首先在2003-2004赛季 广东南南首次夺得CBA的总国军 而在此后两年 广东南南都是夺取了总国军 迎来了队史的第一个三连棍 可以说球队取得如此佳绩 主角连李春江鞠躬至尾 而在2006-2007赛季 李春江去美国深造了一年 而在回归广东南南之后 再次带领球队拿下了一个四连棍 可以说正是李春江将广东南打造成了 继八一队之后 CBA联盟中又一支王朝球队 而在2001-2012赛季 北京首钢可以说是迎来了 当时CBA联盟中最大牌的外援 马布里 而在当年的总球赛上 正是广东南南对阵北京首钢 而在出于马布里上篮时 有一个附加的伸腿的动作 所以说正让当时广东红远队主流链 李春江非常愤怒 便在当时电视直播的情况下 主动要求队员去伸腿 可以说正让当时的李春江饱受争议 而在当时已经成为广东队助理教练的杜峰 在公开场合 可以说为李春江化解了尴尬 当时杜峰对于上腿的言论 这样解释道 主要就是要求队员在场上增加防御强度 而正是当时杜峰这样高情商的话语 不仅让李春江化解了尴尬 而且还为广东队挽回了一丝颜面 而在当太季 北京手钢打破了广东宏远 对于贯军近四年的垄断 而李春江由于当时的言论 以及没有取得最终的贯军 至此在2013年初选择了辞职 当时李春江辞职之后 作为球队助理教练 年仅32岁的杜峰 成为了球队代理主流链 虽然在之后几年 外教尤纳斯成为了广东男篮主流链 但是杜峰完全学习到了李春江的职教精髓 而这里面最为重要的一点 就是杜峰照比李春江 在与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 可以说语言更加圆滑 而在2018年 杜峰回归广东男篮 成为球队主流链之后 目前已经带领广队取得了三连冠 而在已经结束的四场比赛中 杜峰完全展现出了超强的解读比赛能力 综上所述 可以说杜峰用高情商 顶替了当年李春江 成为了球队的代理主流链 而目前的杜峰 又以独特的执教风格 带领广东队继续创造佳绩 最后大家对于杜峰和李春江二人 有何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 关注更多提谈热点新闻 请锁定重谈抵御 喜欢喜欢的视频 点赞 转发 给观众友 拜拜 by bwd6 bwd6 的是